如果你漂流在荒岛而此时荒岛还有你喜欢的人 你愿意在这个小岛过一辈子吗 这个问题就出现在这几个人身上 他们利用吹风机的电线制作了一个木筏 就在他们计划着两个人先出去 然后呼叫救援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这天晚上机长偷偷起床 然后拿起鱼枪 将木筏推入海里 就在这个时候诺伊看到了他 一听到诺伊的喊叫声 机长更加疯狂地爬上木筏 然后快速地滑着水 诺伊拿起鱼枪 然后瞄准射击 打中了机长 但是机长没有停下 忍痛继续滑走了 就这样整个小岛就剩下他们两男两女了 还有一个婴儿 一看到这个数字 是不是就知道剧情要向着不可描述的方向发展了 他们既然不能离开 那就好好地培养感情吧 诺伊开始慢慢靠近这个健壮的男人 男人也开始教他学习抓鱼的技能 一天两天 就发生了一切你能想到的一切都发生了 无法描述 就这样的荒岛 就这样的两男两女 每天开开心心 每天自由自在 甚至诺伊已经可以成功抓到鱼了 这天他们忽然说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安倍说 如果我们一直就在这里多好了 什么烦恼都没有 这个问题也让所有的人沉浸下来 是啊 这里有淡水 还有鱼吃 还有太阳晒 但是诺伊却说 如果我们不回去 家里的父母怎么办 他们会想我们的 其实说到这里 诺伊又想到自己恶心的老公 又觉得还是这里好 特种兵说你真的不想离开吗 丹尼斯说 这里也挺好的 没有那么多的阿鱼我诈 安倍在丹尼斯的质问中离开了 特种兵对诺伊说 你不应该那样对安倍 医生的死是他自己选择的 就在这个时候 诺伊看到了远处的信号弹 他们猜测这个 要么是有人在寻找他们 要么是有人和他们一样在寻找求助 就在这个时候 诺伊听到了丹尼斯的求救声 他们跑过去查看 丹尼斯说安倍跳海自杀了 特种兵立马跳到海里去搜寻 此时丹尼斯坐在沙滩上观察着诺伊 诺伊没有管他就离开了 丹尼斯立马起身扔掉安倍的拐杖追了上去 画面回到妹妹这边 她在小岛上看到了几个仓库 走了进去 一看里面傻眼了 里面全部是罐头和饮用水 妹妹打开一个包 看到了信号弹和一部卫星电话 还有一张地图 就这样她装好一些吃的 就按照地图开始寻找出口 在口岸那边有一艘船 而女杀手就在那边 就在这个时候一只大手捂住了她的嘴巴 原来是机长 她小声地和妹妹说 不要出事 妹妹想不明白岛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物资 并继续询问她姐姐到底在哪里 机长这才把真相告诉她 原来追踪他们的这个女人是在寻找丹尼斯 而这一切都是丹尼斯的计划 在出发之前 丹尼斯曾经找过她 要她帮忙 只要完成任务就可以给她很多的钱 但是那天确实由于天气原因 导致飞机偏航了 本来要坠毁的小岛是这里 这里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物资 但是他们却坠毁到别的岛屿 这一切都是丹尼斯安排的 因为丹尼斯的老婆发现了她的隐形 这个女杀手就是她老婆安排的 妹妹无法想象还有这样的事 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要找到自己的姐姐 机长说 她有个计划 就是她迎走女杀手 然后让妹妹去开船 等她绕回来后 就立马带她去找她姐姐 就这样机长开始跑动起来 将女杀手给吸引走 妹妹快速地上船 然后打开电池开关 就在启动船的时候 这才发现绳索没有解开 就在这个时候机长打出了信号弹 这个信号弹就是诺依那边看到 这个时候两条时间线终于会合了 妹妹终于解开了绳索 机长也跑了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女杀手终于打中了 机长忍得疼痛跳到船上 妹妹立马开船离开了 女杀手气急败坏了 她也害怕 如果没有人来救自己 那么她将死在这里 离开小岛后 妹妹停下船 然后开始查看机长 她再次被击中 这次应该没有那么好运了 妹妹再次询问丹尼斯的老婆 为什么要追杀她 肯定有个原因吧 机长眼看自己就要死了 就将全部的信息和妹妹说了 原来是丹尼斯的外遇 而外遇的女人就是安倍 这次安倍来到斐济找的孩子的爸爸 不是别人 就是丹尼斯 我的天啊 那么制造飞机坠毁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杀安倍的 为的就是不让妻子抓住把柄 如果那样的话 丹尼斯说的安倍跳海自杀 肯定是假的 应该是丹尼斯杀了她 那现在诺依旧危险了 丹尼斯其实只是一个富二代 真正的钱是在她爸爸那里 所以她只有手上的一只手表 价值二百万 机长就为了这二百万合伙了空间 完成了这次的坠毁 妹妹无法想象机长如此的坏 而且安倍的父母她都在英国见到我 机长说安倍也是知道丹尼斯有老婆的 这是她自己选择的 妹妹立马开足马力 朝着姐姐的小岛开拳 这个时候丹尼斯正在追着诺依 一下跌倒了 诺依伸手拉住丹尼斯 突然质问她 为什么不告诉他们 她和安倍以前是认识的 丹尼斯一下有点猛 就在这个时候诺依拿出一张照片 是安倍给她的 里面就有丹尼斯和安倍的合照 这些无法狡辩了 这下诺依又想明白一个问题 那就是安倍曾经和她说了 她孩子的爸爸就在斐济 难道丹尼斯就是孩子的爸爸 诺依忽然全部想明白了 真正想偷打火机的人并不是安倍 而是丹尼斯 是丹尼斯哄骗安倍说 让他们一直在这个岛上生活下去 就没有人可以打扰他们 结果这个傻女人相信 压根不知道真正想害她性命的 就是孩子的爸爸 丹尼斯的眼神已经露出凶光 而此时诺依还在质问丹尼斯 安倍是不是真的是自杀的 还是她得杀害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丹尼斯说没有 但是此刻诺依有着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就是点火 就在诺依点火的时候 看到了丹尼斯脖子上的抓伤 一切都明白了 安倍就是她杀的 因为丹尼斯也看到了那个信号弹 所以她知道时间不多了 所以立马将安倍给杀了 想到这一切 诺依立马找个借口离开了 丹尼斯的眼神此刻已经让诺依害怕了 诺依逃跑下去 然后找出手机 想在自己死之前 将真相录音下来 但是手机没有电了 什么也没有录上 此刻诺依绝望了 好像只有死亡在等着她 她深深地哭泣了 而妹妹也发生了可怕的事 机长终于没有坚持下来 在最后咽气的时候对妹妹说 你看着天上的星星 那就是你的方向 你按照那个星星一直开 就可以看到那座小岛 机长终于离开了 就在这个时候 妹妹看到了那座小岛 那座冒着烟的小岛 立马开足玛丽向小岛驶去 而此时的诺依还在寻找特种兵 但是此时的特种兵 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丹尼斯拿着小岛出现了 诺依已经害怕极了 但是此刻的丹尼斯不慌不忙 将诺依的名字刻在了枯树上 等妹妹将船开到小岛上的时候 已经到处蔓延着死亡的气息 丹尼斯远远地观察着这边 妹妹走入树林 就看到了坠毁的飞机 里面已经什么人都没有了 妹妹走到海边 看到了他们生活的痕迹 在寻找人的时候 发现了一部手机 仔细一看 竟然是自己丢失的那一部 就在这个时候听到了婴儿的哭声 妹妹第一时间打开卫星电话 向外界呼救了 并说明了自己的定位 和婴儿的情况 呼救之后 妹妹不甘心继续向树林寻找 就在这个时候 她的后面已经有个身影盯上了她 就是丹尼斯 在一个转角诺依一把拉住了妹妹 夺避了丹尼斯后 两个姐妹才相认 他们立马找到婴儿 并快速带着婴儿上船 但是此刻诺依却并没有离开 她想要等特种兵 很显然妹妹无法理解 但是这个时候 只有体肠真爱的滋味 才懂得姐姐的心情 就在他们等待的时候 丹尼斯也找了过来 与此同时岸上爬上来一个人 就是特种兵 同时两人都看到了彼此 丹尼斯立马跑向特种兵 而诺依也跳入海里 游向岸殿 丹尼斯架住已经软弱无力的特种兵 威胁妹妹把船钥匙交出来 没有办法 妹妹也下船 就在妹妹准备交船钥匙的时候 有点力气的特种兵开始反击 而诺依也找准机会捡起拐杖攻击过去 在妹妹和姐姐的双向加持之下 终于解滚了丹尼斯 看来还是人数多占优势 就在大家都以为可以安全回家的时候 又出事了 想不到的结局 此时海上搜寻直升机已经在靠近 特种兵忽然对诺依说 他的身份不能暴露 他决定就在这个小岛上生活下去 诺依想开了 也不想回到以前的那种生活了 至少这里再也不会有外遇了 也不会有高额的房贷 车贷 一日三餐不用愁 天天可以吃烤鱼 就这样他做了一个决定留下来 和特种兵过上这样的隐秘生活 妹妹绝对想不到 找了一圈下来 找了一个寂寞 还好把最后的婴儿救下来了 就这样他跟着直升机离开了小岛 而诺依二人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你认为别人正在受苦 可能人家过得比你还幸福呢 千万不要到处可怜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